尤其是站在剑魔宗最前方的三个人 耿老头 我们是不是死了 这 这里好像不是剑魔宗 我们是不是在梦中呢 这时 一个身影刷的一下就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扑通 没等三人反应 这身影已经跪了下去 小子 见过宗主 耿老 木老 一个压抑着欣喜的声音 朝三人喊道 第516章 身为剑魔宗一份子 我就助他一臂之力 站在剑魔宗最前方的三人 听到这个声音 并看到这个身影时 三人眼中都闪动着震惊和激动的光芒 灵霄 灵小子 小鬼头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时候 居然见到了灵霄 木老更是一步上前 就将灵霄拽了起来 拉到身前仔细查看了一番 好小子 是你救了我们吧 我可是记得 那半地强者 一掌 就将整个剑魔宗都灭得七七八八了 木老使劲拍了拍灵霄后背 感受着真实的触感 他的眼神也越发惊异起来 明明记忆中剑魔宗已经没了 可现在就跟平时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也不像是在做梦啊 木老说的没错 剑魔宗的确变成了废墟 所有人也死去了 灵霄淡淡笑着说道 什么 这话一出 剑魔宗宗主 木老 耿老再次色变 难道说 他们现在是亡灵状态 可 可也不对啊 只不过 现在你们都活过来了 剑魔宗也恢复过来了 说着 灵霄就将复活的前因后果 极其简单地说了一遍 听上去 好像就跟吃饭喝水一般 没有任何波澜和挫折 但面前三位仔细听完灵霄的话后 眼中都闪过一丝心疼和感动 他们都是感觉到了 其中的不义和艰难 那可是复活一个宗马 这种逆天形的事情 他们连听都没有听过 可灵霄小子居然绊到了 同时 三人完全震惊于了 剑魔宗所处的地方 灵霄子 你是说 现在咱们的剑魔宗 被搬到了尊皇界 天玄界飞升后的地方 剑魔宗宗主远望着四周 惊恶问道 没错 这里就是尊皇界 一个完全凌驾于天玄界的地方 在这里 大帝竞强者 就只是各大顶级势力的基石人员 人数最多的那一类 灵霄并没有对此隐瞒什么 既然两界通道已经相通 就算灵霄不将剑魔宗带上来 尊皇界也会逐渐入侵到天玄界 三人闻眼 面面相去 明明他们离开天玄界 才没多长时间 可一切都好像完全不一样了 难怪我随便吸一口灵气 就那么浓郁 简直比咱们冬郁强了百倍啊 如果能在这里修炼 突破大帝也指日可待 大帝竞算什么呀 你没听灵霄的说啊 大帝之上 还有更强大的好几个境界呢 三人互相讨论了起来 时不时还会半两句嘴 灵霄在旁边含笑看着 没有打扰 将剑魔宗复活后 他心中的大石头 也已经全部落了下去 不管这三位 想要让剑魔宗继续留在这里 还是搬回天玄界 他都没有意见 只要剑魔宗能一直发展下去 哪怕是一个三流势力 他也心满意足 三老扯了小半天后 似乎有了什么结果 灵霄子 你现在是什么修为境界呢 耿老好奇问道 能将整个剑魔宗都复活 这种匪夷所思的力量 怎么也达到灵尊境 或者尊主境了吧 反正 以三人之力 是完全看不穿灵霄子了 大帝竞中期 这两天才刚刚 从大帝竞初期突破上来的 灵霄实话实说道 啊 才刚大帝竞啊 小家伙 那你可要努力点啊 我还以为 咱们剑魔宗 能有通天背景依靠 原来你小子还差得远呢 你们两个老活酸什么呢 大帝竞在天玄界 已经是极为了不起的存在了 有本事你们自己也 突破大帝进去 别喊成我徒弟啊 妾 什么你徒弟 灵小子也是我徒弟好不好 耿老和木老没说两句 就要争了起来 然后两人就被宗主给拦了下来 最后三人还是统一了意见 灵小子 我们决定就将剑魔宗安置于此了 有压力才有动力 与其在天玄界当个地主霸王 不如在这里逆流而上 追求更高的强者之道 尤其是咱们剑魔宗弟子 天赋资质好的不计其数 现在有了这么优质的修炼环境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 尊皇界一定也有剑魔宗的出头之日 这就是三人商议的结果 他们不打算回去了 既来之则安之 在哪里都是拼 那就在这强者争容的圣地 拼出一席之地 灵小听到三人的讨论结果 丝毫没有感到意外 在他的记忆中 三人也必定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那就按照三位的来 不过呢 我觉得剑魔宗现在缺了点什么 灵小笑着说道 缺了点什么 剑魔宗宗主下意识问道 资源和一批守护力量 灵小说道 三人闻言陷入了思索 那是肯定缺的 剑魔宗现在宝库内的东西 对于尊皇界来说 都是垃圾中的垃圾 怕是扔大街上 也不会有什么人去捡的那种 这必定又是一个 长期积累的过程了 嘿嘿 既然身为剑魔宗的一份子 这岂不接断 我就帮剑魔宗一把吧 灵小露出一抹笑容道 帮 灵小子 你怎么帮啊 以你现在的实力 还是出去多闯荡闯荡 千万别让剑魔宗 成为你的负担呢 耿老嘱咐道 是啊 如果剑魔宗拖后了你的脚步 那我们宁可搬回天玄界呢 穆老也是说道 放心 不会的 灵小摇了摇头 说完 他就心念一动 朝着剑魔宗的广场挥了挥手 下一刻 百余名大帝强者 直接就被放了出来 众大帝的气势融合在一起 震慑苍穹 所有的剑魔宗弟子们 纷纷后退 惊骇莫名地盯着这些人 灵小子 这 这些人是 剑魔宗宗主 耿老 木老 也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问道 这些啊 灵小看了这些人一眼 并没有说话 因为 不需要说 见过 主人 见过 主人 所有大帝敬强者扑通一声 双膝下跪 向灵小恭敬行礼了起来 从今天起 你们就是剑魔宗的守护者 这三位的命令 就等同于我的命令 你们在 见魔宗但凡出点意外 你们便以死谢罪吧 灵小冷声开口道 是 主人 众大帝异口同声说道 见魔宗宗主 莫报 耿老 见魔宗弟子 第517章 炎帝大人什么身份 他能见你 见魔宗所有人 现在都是猛逼的 什么情况呢 这百余号人 无意都是大帝敬强者 疯了吧 他们居然都喊灵小子 灵首席为主人 这也太令人不敢置信了 灵小子 这 这些是什么人呢 莫老狠狠咽了一口唾沫 小声问道 这些啊 是前阵子找我麻烦的人 我顺手就收下了 至于忠诚度的话 你们放心吧 他们已经被我种下禁止 就算让他们现在去死 也没有一点问题 灵小传音 对三位简单解释了句 死 听到这解释 三位都是彻底呆住了 这手段 也太强了 看来灵小子在这两年里 是吃了不少苦头呢 还有这些 灵小又伸手 掏出了一把把储物戒指 这些都是那些大帝们随身带着的储物戒指 里面有资源 有天才地宝 也有功法武器 灵小之前全部扫过了一遍 并没有他能用上的 以他现在灵尊进神魂 无上剑体 加尊上血脉 寻常资源 已经没什么用处了 这 灵小子 你这些东西 也太过贵重了吧 剑魔宗宗主感叹道 这么多珍贵的资源 就算是在这尊皇界 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吧 哈哈 那等剑魔宗以后强大了起来 给我当套衫吧 灵小开了句玩笑 剑魔宗宗主苦笑了一声 只好收下了那些储物戒指 他的手握得很紧 这些可都是剑魔宗崛起的希望啊 好小子 就你为剑魔宗做的这些 老头子 我必须赶紧突破一个大地境 给你看看 穆老此刻顿时觉得干劲十足 不如 我们就比比咱们三个 谁能第一个突破到大地境吧 耿老不甘落后地说道 穆老朝两人笑眠眠问道 不打 剑魔宗宗主和耿老一起说道 接下来的几天 灵小就待在了剑魔宗 修复宗门的同时 加强起了各个位置的防御手段 同时 还设立了一个禁地 里面放置了传送到他小世界的阵法 如果剑魔宗遇到什么危难之际 就可以直接从这里逃生 做完这些 灵小就暂时离开了剑魔宗 剑魔宗现在有自己的发展目标 他就不多加干预了 两天后 灵小又回到了炎帝城 既然答应了别人 那灵小也没想过誓言 更何况 他也想见见自己这同乡人 炎帝大人还在闭关 小家伙 我劝你 还是不要在这里等了 炎帝大人是什么身份 岂是一般人想见就能见的 你没看见 那边还有灵尊敬巅峰强者在等吗 炎帝府外站着的 一位大地巅峰强者 对灵小说话 怎么 只许你等 不让我等吗 灵小淡淡说道 炎帝大人难得会回来一趟炎帝城 基本上是不会出来见客的 我们这些人也就是抱着侥幸的心思等吗 那人说道 他们同样都是一副等待求见的样子 其中不凡灵尊敬顶峰强者 灵小来到这里时 就发现有不少人都在外面等待 想见炎帝一面 毕竟是尊皇界都站在金字塔顶峰的人物 有太多人想巴结和找炎帝打关系了 放心 只要炎帝出关了 他就会来见我的 灵小对此很是自信 相比他见炎帝 炎帝才是最想见他的人吧 扑吃 别搞笑了 你知道炎帝大人在炎帝城代表着什么吗 那简直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啊 还主动来见你 你怕是在梦里吧 那人白了一眼灵小后 就不再大理了 灵小笑了笑 没有继续反驳 就这么又等了一天 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忽然 人群中骚动了起来 拜见 炎帝大人 见过炎帝大人 哇 真的是炎帝大人 这气势 太威武了 一时间 炎帝府外响起了众人敬畏和崇拜之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了过去 只见一尊青年身影 从府内快步走了出来 一抹若隐若现的神影浮于头顶 规则神恋交织于身 恐怖的气息从他身上弥漫开来 仿佛一尊覆灭万古的天神 这便是炎帝 尊皇界的刚顶人物之一 他红衣飘动 鲜尘不染 黑发黑童如墨 气度超然绝世 所有人见到炎帝出现 都感觉血液在体内冲击 骨头咔嚓咔嚓直响 一种忍不住想要叩拜的威势 镇压全场 在炎帝刚迈出府门时 他的眼神就在人群中扫动了起来 似乎在找什么人 下一刻 他身影就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出现时 已经站在了一个 大地近中期的少年人面前 哎 炎帝大人这是在 找人吗 接下来 令全场众人都震惊不已的一幕出现了 兄弟啊 可算让我等到你了 站在外面做什么呢 来来来 我们进去说 进去说 炎帝直接给了这少年 一个大大的熊抱后 就拉着少年进入了炎帝府中 从始至终 炎帝的眼神 就没有在别人身上 停留过半分 嘶 一下子 现场寂静无声 这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炎帝大人 为何对那少年如此客气 而且 这已经不是客气的态度了 简直就好像 有事相求的那种感觉 但这可能吗 炎帝大人是什么身份 他老人家 能像一个大地近中期少年 有事相求 这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久久不能回过神 尤其是刚才在 灵霄身边的那个大地强者 他已经彻底梦了 真的 这少年是什么今天背景啊 他居然说准了 炎帝大人真的出来主动践踏了 这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竟然成真了 另一边 炎帝此刻满心狂喜 心情好到了极点 终于等到这个老乡了 这次出关要是再等不到 他都打算施展大神通 去找对方了 然而 就在他有千言万语 想跟对方聊聊时 一股极其可怕的气机 降临于世 So 一抹绝世冷忧的剑光 仿佛洞穿了心语和时间空间 直直朝着两人刺杀而来 嗯 炎帝眼中金光夺目 他发现这一剑的目标 不是他 而是 他这老乡 第518章 黑暗一族 暗中的推动者 灵霄 在迈进炎帝府的刹那 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当赶知道那一抹忧冷剑光时 他已经反应不过来 剑光即将刺穿他的眉心 快 极致的快 灵霄眼底自动浮现出一抹岁月和空间的规则力量 就在这两股超凡之力欲要脱体而出 挡下这一剑时 砰 一只大手瞬间出现在了灵霄的额头处 那一道必杀之剑 直接被这只大手死死捏住 分寸难前 赶在我炎帝府行凶 你是 第一人 给本帝滚出来 圣怒之下的炎帝 另一手朝虚空一抓 一个黑色身影 就被他从虚空之中强行扯了出来 并禁锢当场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刹那 转瞬之间 灵霄这时才回过神来 眼中惊疑不断 他对时间 空间和建议都非常敏感 如果刚刚这偷袭换成刀芒 他怕是人头落地了 都还没反应过来呢 当然 此刻灵霄心中的第一情绪 不是愤怒 而是疑惑 对于一般人来说 这一剑绝对是必杀之招 剑光一旦刺进眉心 就会毁掉整个神魂 到时候 神仙难救 可对于他的话 这一剑 最多重伤 拥有岁月回溯 尊上血脉 脑袋掉了 再安回去便是 他更好奇 这暗杀之人 是何居心呢 早不动手 晚不动手 偏偏在他和炎帝相见后 杀了出来 这 咔嚓 面含蕴色的炎帝 捏碎了手中的那缕剑光 你是何人 炎帝怒视着对方 冷声问道 灵霄这时 也将注意力放在了偷袭之人身上 那是一个手持零剑的黑袍老者 眼神冰冷死寂 身上还有一股暮年的 死亡气息 而这偷袭老者的修为境界 更是令两人吃惊 绝对已经达到了 尊主静后期 在听到炎帝的逼问后 这黑袍老者 根本没有硬化 而是将目光盯向了灵霄 我左 绝对不允许你活着 说完这话 这黑袍老者身上 再次爆发出一种 万物寂灭的侵蚀力量 直接就冲破了 炎帝施加上去的禁锢之力 老者仿佛一轮残月 激发出了自己最后的光芒 浩瀚的剑一波动再起 他挥起零剑 神通乍线 直刺而来 灵霄只是对视一眼 就明白了对方的心思 这是想要 同归于尽啊 说时迟 那时快 还来 给你脸了是吧 哄 炎帝爆喝一声 炽热的波动 将他和黑袍老人笼罩在内 接着 随着大地聚震了树下之后 一切归于了平静 当那黑袍老者 犹如死狗般被扔出来时 已经生息全无 瘫成了泥巴 兄弟 这 那 我冤枉啊 炎帝苦笑地看着灵霄说道 他这次是真的怒了 好不容易见到了同乡 偏偏来了这么一出 差一点 就算是他 也差一点就让这老东西 偷袭成功了 要是老乡被杀了 他可能这辈子 都要活在自责当中了 更别提 历经了万年 他才找到的回家之路 也要断送了 还好 还好 一切没有那么糟糕 只是这偷袭的老东西 在他第二次出手时 就已经提前自断生机 死的不能再死了 我相信你 灵霄露出一抹笑容说道 这炎帝 老乡要是真想 对他不利 大可不用那么麻烦 直接出手便是了 何必多此一举了 炎帝见到灵霄如此 才常常松了口气 嗖嗖嗖 这时 树道身影 也从炎帝府其他位置窜了过来 炎帝大人 发生了什么呢 这 这是刺客吗 该死 尊皇界居然还有能敢行刺 我们炎帝大人 我听到声响就赶了过来 看来晚了一步 这些身影都是修为不凡 起码尊主级的存在 他们在看到地上死去的尸体后 纷纷露出震惊和愤怒之色 行了 没事了 你们下去吧 最近家大庭院急周边的巡逻 看来有些人要按耐不住了 炎帝掩路 寒光道 是 炎帝大人 这些尊主级的强者们 应了一声后 就全部散开 站回了原先的地方 兄弟 你就先待在我这里吧 最近不要出去和单独行动了 炎帝收了地上的尸体 将灵霄领到了一个庭院后 认真嘱咐道 炎兄 你这是知道刚刚出手的人是谁了 灵霄疑惑问道 大概猜到了 是黑暗异族之人 炎帝眼神中露出狠狠的目光 黑暂异族 灵霄眨了眨眼睛 这个名称 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黑暂异族 其实就是尊皇界暗中的一手黑手 他们推进着一个个时代的变迁和毁灭 诸神之战 远古大战都有他们干涉的踪迹 他们是一群 想要将黑暗笼罩整个人世间的可恶家伙 无恶不作 自诩正义 万族之中 有无数即将崛起的天骄妖孽 可他们大部分人 都难以成长到独霸一方的存在 其中一部分原因 就是黑暂异族的暗杀 他们在万族之中安插了不少人 也许你熟知的哪一位顶层大佬 就是黑暂异族的人 虽然我猜测 对方是黑暂异族的人 可有一点却不太对劲 按理说 他们要出手 也是对我出手 为何这次的目标是兄弟你呢 炎帝一边解释 又一边陷入了思索 他在早期崛起的时候 就不下三次 遭到了黑暂异族的偷袭追杀 好在他都有惊无险地渡了过去 成长了起来 在那之后 这些黑暂异族的人 就好像放弃了他一般 又或者是觉得目以成舟 已然对付不了了 可为什么 他们要对自己这老乡兄弟出手呢 老乡兄弟才刚刚从天玄界上来 就算天赋一柄 资质无穷 可在这么短时间内 怎么会被黑暂异族的人察觉盯上呢 这真是奇怪了 难道黑暂异族在这些年 已经强大到这种程度了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林霄听到炎帝对黑暂异族的描述后 心中大概就明白了 自己被刺杀的缘由 颜兄 我想我知道了 林霄说道 啊 兄弟 你知道啥了 炎帝被林霄的话整猛了 知道黑暂异族 为何要刺杀我了 林霄说道 为何 炎帝略带疑惑问道 炎兄以前去过仙境小世界吧 林霄突然说出了一个地方 哦 那个地方啊 的确去过几次 里面的机缘倒是不错 就是进去 一次要浪费很长时间积攒污点 才能出来 炎帝点点头 略带回忆地说道 仙境小世界 就算是 以他现在的修为实力进去 也能收获不少机缘 只是进入一次 没有个百八十年 他肯定是出不来的 他都打算好了 等着下次修为境界陷入瓶颈七十 就再去一趟仙境小世界 我 就是刚从那个地方出来的 黑暂异族盯上我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林霄 耸耸肩说道 什么 兄弟你别开玩笑了 距离上一次 咱们联系才过去了四个月而已 你怎么可能 去过仙境小世界呢 炎帝还以为对方在开玩笑 毕竟 进出那个地方 已经跟修为境界没太大关系了 林霄笑而不语 事实也是如此 他进出仙境小世界 只花了不到四个月 兄弟 你 你该不会说的是真的吧 来来 请开始你的表演 我倒是想听听看 四个月怎么能进出那地方呢 炎帝见林霄认真的样子 一下子来了兴致 第五百一十九章 想要战胜黑暗 就要面对黑暗 林霄见炎帝 一副要认真倾听的样子 也不隐瞒 直接就将自己打穿通天剑阁百层 击破了剑修小世界的事情 一一说了出来 这一听 炎帝都猛逼了 他一向得意 自己是穿越者 天命之子 主角模板 从穿越到现在 虽然历经千难万险 可都没有彻底击垮他 他一步一脚印地成为了尊皇界扛靶子之一 这还不够励志 不够传奇吗 结果 在这老乡兄弟面前 他只能说 还真不够 自己如果被称为传奇 那这兄弟 就要被称为传说了 兄弟 那刚刚如果我不出手 你应该也能接下来吧 炎帝忽然想到了什么 问道 炎兄这就抬举我了 尊主及强者的一击 哪是我一个大帝境可以接下的 我只能保证自己不受什么伤 肯定无法向炎兄那般 轻松自在接下的 林霄谦虚了一句 炎帝 好家伙 这兄弟身边 肯定没啥朋友吧 这也太打击人了 嘿嘿 那个 不说这个了 兄弟 你不是说有办法 让我回一趟地球吗 五 炎帝终于将话题引到了 自己最最在乎的点上了 随时都可以 林霄点了点头印道 那现在 炎帝满眼放光道 还请炎兄放轻松 一点都不要反抗 林霄嘱咐了一句 兄弟你就暂时 先待在炎帝府中 等我出来再说哈 我已经跟其他人吩咐过了 有任何要求 你随便跟他们提都行 炎帝说完这些 就全面放开了身体戒备 任由林霄控制 林霄只是一挥手 就将炎帝 收进了小世界的天道塔中 然后带到了地球的 传送阵面前 见到林霄 拥有一个小世界 一样的法宝灵物 炎帝丝毫没有在意和意外 对于他来说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机缘 他只在乎回地球 这件最重要的事 炎兄 等你回来了 在这里呼叫我一声就行 林霄说道 行行行 开始开始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炎帝望眼欲穿 等着急了 林霄心念一动 直接就将炎帝 传送到了地球未免 期间还发生了一些小插曲 林霄自己来回传送 或者带小妮子 和其他几十个地球人 来回传送 都没有消耗太多力量 可炎帝一传送过去 他都感觉自己 要被抽干了 全身力量所剩无几 这光恢复起来 也要两三天时间 不过好在 炎帝还是被他 顺利送回了地球 接下来几天 林霄都待在了炎帝城中 没有离开 他向炎帝府的官家 要来了所有 关于黑暗异族的书籍 阅读了起来 前几天的刺杀 还是历历在目 虽然林霄自觉 保命能力极强 可万事没有绝对 如果被黑暗异族试探出了 他那一道道保命力量 或许会针对这些保命力量 再次设计复杀他 要知道 林霄现在虽然不凡 可终究只是一个大地境修士 修为实力方面 还差了一点点意思 面对隐藏在暗中的黑暗异族 一味地逃避 并不能解决问题 那唯有 正面出击 林霄在这个问题上 思索了起来 两天后 他有了一个主意 通过阎帝府的管家 一个消息被散布了出去 阎帝府中的一位剑修 准备开到解惑 产见到之根本 开始时 众人都疑惑不已 阎帝府中 包括阎帝大人外 还是有好几位 火焰异境的超级强者作证的 什么时候 又拥有剑修强者了 可不管怎么说 阎帝大人就在阎帝府内 这种事 一定是经过他允许的 所以 在林霄准备开到解惑时 阎帝府外 已经聚集了不少剑修 和其他好奇旁观的人 当感觉人数聚集得差不多后 林霄凌空上前 坐在了众人头顶 今日为各位剑修讲道的人 正式在下 林霄淡淡对众人开口道 他之所以选择了这么一出 其实也是在通天剑阁领悟剑道时 感悟道的 如果能帮助别人 悟出更深奥的剑道 他就能获取一缕契机的剑道意志 这缕力量 有一点点像大道力量 或者准确地说 是大道力量内的一个小分支 具体益处 林霄吸收的还不多 可也能感觉到 对自身大有益处 下方沐沿地府明来的仲剑修 在看到是一个大地镜中期少年 说开道解惑 顿时眉头都紧紧皱了起来 他们之中 不少人都是林尊镜 甚至林尊镜巅峰强者 你一个大地镜小鬼 能讲出什么剑道呢 然而 有不识货的人 就有识货的人 是 是他 超凡见点 太好了太好了 这次总算是没来错 其中一位林尊镜剑修 瞪大了眼珠子 激动不已到 第520章 开奖剑道 收敛无数剑道意志 林霄在即将开奖之前 就将自身影像通过空间之力 投射到了剑魔宗的广场上 并通知宗主 集合了所有剑魔宗的人 所有剑魔宗弟子听令 你们首席师兄 即将开奖剑道 每个人务必尽力去听 该说的本宗主都和你们说了 这里可不是天玄剑 这里的舞台更大 机缘更大 想要成为真正的强者 你们就要靠自己去拼 自己去努力 宗门现在能给你们的 不如你们自己去争取的 你们知道了吗 剑魔宗宗主语气严厉地 对广场上所有剑魔宗弟子喊道 好 所有剑魔宗弟子高声应和了起来 每个人都集中了所有精力 看向了广场上方的林首席虚眼 他们眼中流露着感激 敬仰和崇拜 从宗主口中 众弟子知晓了 现在剑魔宗的处境 和林首席对他们 对剑魔宗的各种帮助 可以说 因为有林首席 才会有现在的剑魔宗 尤其是林首席现在的实力 绝对是他们仰望都不可及的存在 所以 在听到宗主说 林首席要开讲剑道时 根本不用人催 所有剑魔宗弟子 都一个不差地站在了广场上 激动地等待了起来 反观炎帝府外 在知晓是这大帝境中期少年 要开讲剑道后 大部分人都显得兴致缺缺 如果对方不是从炎帝府内走出来的 他们早就甩脸离开了 而其中几名认出林霄身份的剑修 并没有声张 也没有多嘴 他们巴不得其他人离开 就自己听讲剑道呢 别人不知道 这位超凡剑帝的厉害 他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这位大牢 打穿通天剑阁 观庭剑修小世界的场面 那太过震撼了 林霄盘坐在炎帝府门口 一吸一纳吞吐腹中 一缕剑意悬浮在他头顶 剑人来得差不多了 林霄开始了第一天的讲道 哦 刹那间 他头顶的剑意散发出了璀璨仙光 万道星河之力从天而降 汇聚在了他身上 一缕大刀烙印忽影忽现 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 这令方圆万里的长剑 都嗡嗡作响了起来 这 我心中的剑道 居然被他共鸣了起来 他还一字未说 就引动了如此异象 这人绝对是有些本事的 大道气息 这人身上竟然蕴含了一缕大道气息 难怪他敢开讲剑道 是哪来的妖孽啊 无数修士看向林霄的目光 都完全变了 充满了震撼 何为剑 剑在何处 林霄开口了 论剑修意义 论剑为何物 在打穿通天剑阁 吸收了整个剑修小世界的 那股力量后 他对剑的感悟 已经深测到了一定新的境界 别说给这些人讲道 就是那无敌剑神 万法剑尊 人族剑皇来了 他也能随口指点两句 林霄现在单论剑道的理论知识 不会弱于任何一个人 严帝府周围的天地 因为林霄的开讲 开始异想连连 时而剑出东方 星河落幕 时而万剑朝宗 苍穹颤抖 剑要世间 大道意志在先剑之上引现 演变着万千变化 一时间 所有听讲之人 都渐渐沉迷了其中 如痴如醉 忘记了时间 他们对于剑道的领悟 在这时不断变得深刻 整个人都进入了一种 顿悟的状态之中 林霄眼中紫金色光芒一闪 只有他能看到 一缕缕剑道意志 从每个人头顶冒出 缓缓涌入了他体内 果然可行 而令林霄惊讶的 还是从剑魔宗方向 涌来的剑道意志 总量甚至比他面前 这些强大剑修身上 加起来获得的 还多了十倍都不止 这种能量的获取方式 有些像信仰之力 对他越崇拜的人 便能提供更多的剑道意志力量 整整三天 林霄都是处于讲道状态 当他停下来后 周围人才缓缓苏醒了过来 每个人神情复杂 尤其是看向林霄时 眼神已然变得尊敬起来 他们在这三天内 见到进步神速 简直比苦修百年还要多 有几人甚至已经感受到 体内的桎梏松动 这是一种即将突破的状态 怎么停了 大佬 您继续讲啊 我 我还想听 这位大人 还请您继续啊 不够 远远不够 这样的讲道我能听一辈子 不愧是超凡间谍 此次我大受毕毅 又是欠了这位大人一个人情了 周围所有剑修 都眼巴巴地看着停下来的林霄 满脸期待 尤其那些后来之人 和开始没仔细听讲之人 此刻长子都要毁清了 这可是一个绝佳的提升剑道机缘 居然没有好好把握 亏 血亏啊 炎帝府门口 此时也已经被满满当当的剑修修士 挤不下了 休息三日 你们在这三日内 好好消化 以下我所讲的 三日后 开始下一场 林霄淡淡说完这句话后 就转身进入了炎帝府内 从这些人身上反馈过来的剑道 一直越来越少 他便知道 需要给这些人一个消化的过程 一味的甜色 消化不了 也是白大 同时 林霄的名气 在这几天内 算是彻底在尊皇界打响了 林霄隐隐约约 已经感受到了一种 被暗中窥视的不善目光 第521章 故人求见 他尊皇界乃来的故人 林霄并没有理会那些不善的目光 现在才开讲三天 就算是钓鱼撒网 也只是吸引来了一些小虾米 真正的大鱼 恐怕还在暗中潜伏 一时半会扶不上来 而且 这里可是炎帝府 在黑暗一族动手过一次后 恐怕不会再继续第二次了 三天时间 林霄将吸收而来的剑道意志 一一练化 凝聚于神 已经传遍了半个尊皇界 在无数剑修相互认证之后 超凡剑帝以一己之力 打通整个剑修小世界的事情 被众人皆知 一下子 无数人都对着超凡剑帝的背景 和身份查找和猜疑了起来 为何之前没有听说过这号人物呢 而且 据说超凡剑帝本身 才只有大帝进修为 这才是最让所有人 下八度惊掉的消息 一个大帝进剑修 打通了剑修小世界 这没再开玩笑吧 难道说是这人身上 拥有什么大机缘 大造化 还没等众人震惊过来 就又有一个消息传了出来 超凡剑帝出现在了 炎帝城的炎帝府 接着就直接被炎帝 以兄弟之称 请进了府内 这消息犹如爆炸一般 再次惊呆了众人 炎帝和超凡剑帝认识 看起来还是至交 这消息也是被不少人认证过了 那等于 就已经公开了这两人的关系 炎帝以这样的方式 请超凡剑帝入府 意思就是告诉其他人 谁敢碰他这兄弟 那就是跟他作对 再接着 这位超凡剑帝 竟然公开宣布讲道论剑 没有人知道 为何这超凡剑帝出此善举 为何会在这个节骨点讲道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所有人的疑惑万千 猜不到这位超凡剑帝的心思 但在其进行了第一次讲道之后 好多老牌剑修大佬 通通表示授意匪浅 欠下了小人情 这直接就让炎帝府外 在这几日变得人满为患 就连落脚的地方都站不下 有免费的变强机会 机缘机会 傻子才会拒绝呢 得亏这是炎帝府 并且炎帝之前还现身过 众人只敢在外面凑热闹 却没有人敢闯进去 炎帝之威 可不是他们能够招惹的 终于 在万众期待中 超凡剑帝在第一次开讲后 过了三天 准时现身 和传闻中的一样 超凡剑帝 的确是一位大地境中期少年模样 可听过其第一次讲道的人 无论修为高低 此时 看向超凡剑帝的眼神 只有崇拜和敬仰 先得道者为师 他们对于剑道的理解 远不如超凡剑帝 就算喊生前辈 他们也心甘情愿 超凡剑帝在现身后 只是目光扫了一遍 在场所有人后 就开始了讲道论剑 轻语声响彻每个人耳边 负责随之降临 阵阵先音道鼓 在炎帝城回荡 很快 无数剑修都陷入顿悟 他们心中激动 感激 是真的 这位超凡剑帝 对于剑道的理解 已经达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境界 远远超乎众人理解的范畴 整整半月 这一次超凡剑帝的讲道 维持了半月才停了下来 炎帝城上空仙暇齐聚 道气茫茫 剑意更是浓郁到了 肉眼可见的地步 不少强大的剑修身上 剑骨璀璨 突破之光闪烁 神通骤达 显然收获良多 在夏天遇见派顾长青 今日讲道之恩顾某记下了 感谢超凡剑帝大人的 受到解惑 在下玄碧剑宗的 内门长老刘青 日后超凡剑帝大人 若有事帮助 随时可来玄碧剑宗找我 在夏 风清门不少剑修大 老都一一向灵霄道谢告辞 这一听讲 收获的东西 比他们想象中要多得多 不管接下来 对方还有没有开讲 立刻回到宗门 好好消化心中感悟 才是最为关键的 贪多嚼不烂的道理 他们这个境界自然是懂的 灵霄只是对他们点了点头 并没有开口说什么 这本就是双赢之局 他收获的反馈力量 绝对不会比这些人少 与其跟他们客套 不如保持神秘感 不够啊 太不够了 超凡剑帝大佬 下一次开讲 是什么时候呢 是啊是啊 我悟性不够 虽有收获 可还想继续听呢 这位大佬太厉害了 只是随便讲讲 我就感觉要突破了 大佬身边还缺跑腿的吗 如果超凡剑帝大人 还继续讲 我愿意一直再次等候 不少剑修大佬 都道谢离去 炼花感悟 但现场还是有没长够甜头 想继续听讲的人 凌霄轻轻笑了一声 开口对众人说道 你等散去吧 我这番开讲 只是想弥补一点 先进小世界的遗憾 现在目的已经完成 以后也不会再讲了 听到这话 众人都感到无比遗憾 可既然对方都这么说了 他们也不可能强行 让对方继续 无数人在真诚道谢了一番后 就离开了炎帝府 当然 还有些顽固的家伙 还待在府外不想离开 似乎在继续感受着 讲道时的那股意境 但毫无疑问 这两场讲道论剑 绝对是让人佩服和尊敬的 超凡剑帝灵霄之名 响彻了尊皇剑 随后的几天里 灵霄都闭关在了炎帝府内 炼化起收获而来的 大量剑道意志 他之所以不继续讲道论剑 是因为感觉到了一种饱和感 除非神魂力量有重大突破 不然这么多剑道意志 就暂时足够了 接下来 只要将这些剑道意志炼化吸收 他的剑意之力 便会更上一个层次 就这样 灵霄不断练化着剑道意志 炎帝却好像在地球玩望望 丝毫没有回来的意思 灵霄自然没有去催 他当时回到地球时 算上岁月小屋的时间 可是整整待了百年岁月 炎帝这才回去了几天而已 没有回来也是情理之中 另一边 这几天里 炎帝府外不断有人想要求见灵霄 大部分都是想付出一些代价 让灵霄为其受到解惑 灵霄直接就通过炎帝府管家 将这些人都拒绝了 他又不是什么烂好人 公开讲两场就足够了 没听到的 那就是运气不好 反正 他是不会继续讲了 然而 就在灵霄练化完那些剑道意志后 炎帝府管家再次找到了他 大人 府外来了两人 说是您的故人求见 不知您要不要去看看 炎帝府管家恭敬问道 第522章 灭生剑石和检验身份 灵霄听到炎帝府管家的话 有些发愣 故人 他在尊皇界哪里来的故人 这些天 他也对两界通道打听了下 目前的两界通道 还是半单向开启 也就是说 只能从尊皇界下去天玄界 而天玄界的人想要上来 必须要拥有大地顶峰实力才可以 或许再等半年 普通的大地竞修士 就可以上来了 再等数年 才是生死竞修为的人能够上来 天道塔中的百变道圣 是因为拥有空间意境之力 所以才上来了 其他人的话 必须符合修为规定 否则根本无法通过两界通道 你可知那两人姓名 灵霄问道 炎帝府管家微微摇了摇头说道 那两人并未告知名号 但老仆却看得出来 这两人并非我人族之人 嗯 灵霄眉头一挑 并非人族之人 听到这 灵霄好像想到了什么 让那两人进来吧 我去见一见 灵霄说道 是 大人 我这就去安排 炎帝府管家 功声退了下去 他没有问任何理由 身为管家 这点自觉还是有的 很快 灵霄就来到了一处会客厅 当他刚迈进门 一个高大身影 就扑到了他面前 元祖大人啊 总算让我找到您了 您让我等得好苦啊 我还以为您没上来 结果又回天旋界找了一圈 别人说您后脚 就跟着我进入了两界通道 可我怎么都找不到您啊 熟悉的大嗓门传音 熟悉的身影 灵霄一眼就认出了面前的人 风暴龙异族的敖心 被称为大地阶段无敌的家伙 这还的确是一个故人 在天旋界两界通道时 本来他是答应 跟着敖心上去后 去一趟妖族之地 结果 谁知道他没被按照计划 直接就传送到了 万道联盟的飞升之地 再然后就是进入了 仙境小世界 然后又来到了炎帝城 妖族之地的事情 不小心被忘在了脑后 熟悉啊 我在穿越两界通道时 不小心传片了 后来没找到你 我就自己随便走了走 灵霄随口解释了一句 无妨无妨 只要找到了元祖大人 您就好了 也并没有晚多少时日 只是想不到 元祖大人 您在剑道上 还有这么高的造诣 我过来时 还忐忑得很 以为只是同名同姓 抱着侥幸心理来见您的 敖心赶紧说道 见敖心这般态度 灵霄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 毕竟是他先答应敖心 去看看妖族的 结果到现在 才刚想起来这件事 反正炎帝还没回来 自己暂时也没什么事 这个时间点去妖族看看 也不是不可以 你旁边的人是 灵霄看了眼 敖心身后的一个中年人问道 那中年人长相和敖心类似 都是五大三粗的个子和身材 身上气息也有些相近 不用想就知道 这肯定也是风暴龙一族的人 只不过对方身上的妖气波动 比敖心强得多 至少也是一个 灵尊敬后期 或者灵尊敬巅峰的妖族 在灵霄看向这人时 这人也上下打量着灵霄 眼中充满了疑惑 和惊疑不定 哦哦 忘了 差点忘了介绍 元祖大人 这位是我们风暴龙一族的大长老 大长老 这位就是我们要找的元祖大人 货真价实 绝对是真的 敖心向两人互相介绍了一番 灵霄点了下头 自己还是猜低了 既然是风暴龙一族的大长老 那绝对不是什么 灵尊敬实力的妖族 而是尊主敬妖族了 敖心 你何以见得他 就是元祖吗 风暴大 长老宁目盯着灵霄说道 敖心棱住了 灵霄却面无表情 似乎已经想到 对方会是这样的反应 大长老 您可别对元祖大人不敬啊 要知道 咱们风暴龙一族和妖族的事情 都只能靠元祖大人帮忙了 您要是惹恼了元祖大人 敖心赶紧对大长老说道 对方是不是元祖大人 他能不知道吗 他可是亲自检验过了 那是真的不能再真了 就算是本族大长老 他也不允许质疑元祖大人 放心 如果我验证对方的确是元祖的话 我自然会向对方道歉 大长老宁重说道 这事关风暴龙一族和妖族未来 绝对不能马虎大意的 阁下 能否找个安静的地方 因为事关重大 我需要确认您的身份 这块灭生剑石 便是我的赔礼 大长老一边说 一边双手对过去了一颗石头 不管对方是不是元祖大人 但以对方现在的身份 就是超凡见地 仅凭这身份现在的影响力 就算这少年 只有大地境中期修为 也已经拥有了和他平等的地位 嗯 灵霄目光一闪 在对方拿出这东西的时候 他体内的剑道 居然颤动了一下 灭生剑石 看样子 是个好东西 灵霄并没有拒绝 接过了对方这份赔礼 刹那间 一股漆黑神异的力量 涌进了他体内 黑色长剑虚影 浮在了灵霄身后 一层古朴鲜灰蔓延而上 渐渐形成了一个 奇怪的纹路和图案 这是 一种上古杀伐神通 灵霄眼神骤然闪亮 他能感觉到 这块灭生剑石 内封着一种剑道神通 虽然不完整 却让他有所感悟 如果能再多几块这样的石头 他说不定就能悟出一门 上古杀伐神通 大长老 这样的石头 你还有吗 灵霄开口问道 风暴大长老摇了摇头 回应道 拥有无上建议便今日带了过来 并没有第二块 这样啊 算了 那就先检验身份吧 灵霄没有多想 既然收了对方东西 就先等对方确认了他身份 再问其他事情也不迟 好的 还请阁下找个地方 这里的话 会不会有些不方便呢 风暴大长老说道 如果对方元祖大人的身份 如果是真的 那绝对不能轻易暴露 方便的地方啊 那不如 去大长老你的小世界内 如何 灵霄亲生提议道 第523章 风暴龙异族的隐秘 风暴大长老听到少年的话 眼神变得非常怪异 去他的小世界 这 这也 灵霄健对方没有回答 不由问道 怎么了大长老 难道不方便吗 阁下确定 要去我的小世界 验明身份 风暴大长老眉头皱着说道 他身为尊主敬后期强者 自然是拥有小世界的 并且经过那么多年的孕育 他的小世界 已经相当完整和强大了 之所以这般迟疑 是因为 小世界这个地方 一般尊主敬强者 是不会对外人开放的 除非是至亲之人 换句话就是 外人一般 也不会主动去他人的小世界 进入别人的小世界 相当于去了别人的主场 万一小世界主人 想对你不利 那就是 秒秒钟解决的事情 在他人主场战斗 就算实力强劲 也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这 魏阁下的心 未免也太大了 这怎么会是元祖大人呢 元祖大人 绝对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的 带路吧 这里还有比你小世界内 更安全和更安静的地方吗 灵霄笑着确认道 好 那随我来吧 见对方这么坚持 风暴大长老也不多说了 只是 他看向少年的眼神 已经渐渐变化了 真敢去他的小世界 那这个少年 说不定就是元祖大人 风暴大长老身 上涌出一股力量 将灵霄和敖心 都笼罩其中 so 下一刻 三人的身影 就消失在了 炎帝府的会客厅内 风暴大长老的小世界内 敖心看着进来后 就棱在原地 眼神闪烁惊讶的元祖大人 不由心生好奇 看来元祖大人的记忆 还没有完全恢复 现在被大长老的小世界 惊讶到了 也是 这可是他们大长老的小世界啊 每次进来 他同样都会感到惊讶 和羡慕 只要等他突破到了灵尊镜 那就能开拓出 属于自己的小世界雏形了 嘿嘿 到时候 他的力量必定大长 小世界 可是尊主尽强者身份的象征 而且他们风暴一族的小世界 更是比一般人族 要大得多 旁边的风暴 大长老没有在意这些 他现在 看向少年的眼神充满了小小激动 他真的是元祖大人吗 另一边 灵霄真的是 有些惊讶到了 不过 不是惊讶这个小世界多厉害 而是这小世界 怎么那么迷你小呢 神识查探而出 这整个小世界 便一览全无 总大小 也就相当于天旋界的东欲那么大 这是他进入过的 第三个尊主境小世界 前两个 一个是万道联盟空间流况禁地的 执掌长长老楚南河 一个是万道盟主 万道盟主的小世界 有多辽阔不用多说 就是那楚南河的小世界 也比风暴大长老的大了几十倍 看来 这才是正常尊主境强者的小世界吧 怎么了元祖大人 大长老的小世界 有什么不对劲吗 敖心见到元祖大人眼中的意思 忍不住问道 没事 没事 挺好的 灵霄敷衍了两句 总不能说 这小世界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吧 阁下 还请您开始吧 大长老略带敬意地说道 不管对方是不是元祖大人 就凭对方敢主动来他的小世界 那这份胆识也值得尊敬了 灵霄没有回答 而是直接释放出了 体内深处的那股血脉力量 嗡 两个风暴龙一族 顿时感觉浑身触电了一般 体内血脉自动开始运转了起来 就连这个小世界都开始微微动荡 似乎也激动了 敖心脸上露出理所应当的敬仰 他早就跟大长老说过了 这位就是元祖大人 可谨慎多疑的大长老 偏偏不相信自己能这么快 在天玄界找到元祖大人 哼哼 这下总该相信了吧 扑通 刚刚还能保持淡定的风暴大长老 此刻直接就朝灵霄跪了下来 老奴 见过元祖大人 刚刚质疑了元祖大人的身份 还请元祖大人责罚 风暴大长老眼睛都湿了 毕恭毕竟喊道 这极具反差的态度 别说灵霄了 就是敖心都被惊恶倒了 大长老这反应 是不是太过应急了吧 混账东西 你也赶紧跪下来 风暴大长老狠狠瞪了一眼敖心 一缕力量直接就积在了敖心的膝盖处 碰 敖心也直接被跪了下来 敖心 行了 起来说话吧 灵霄朝两人抬抬手 说道 他来这尊上身份 对于风暴一族 或者说是尊皇界的妖族 比他想象中更加重要呢 元祖大人 还请您拯救一下我们 风暴龙一族吧 风暴大长老并没有起身 而是更加恭敬哀求了起来 起来说话不好吗 灵霄无奈说道 敖心没有说话 可眼神中也是这个意思 对啊 大长老 咱们起来说话不好吗 元祖大人 可比想象中要好说话多了 但元祖大人 您听完老奴的请求后 老奴再起身也不迟 风暴大长老绝强道 行吧 那你说吧 灵霄也不多阻拦了 像这种老一辈的人 通常都是一根筋 就算自己在客气 人家还是会以一意孤行 风暴大长老低着头 将他们风暴龙一族现在的困境 对灵霄讲述了出来 灵霄和敖心 在旁静静听着 月听 敖心心中的震惊就越大 他本以为他们风暴龙一族 只是面临万族劫难 和妖族本家的众叛清理等等问题 没想到 从大长老口中 却听到了有关于族灭的消息 他们风暴龙一族 作为妖族本家中 原本实力极其强劲的一族 自从上个时代 元祖大人离弃失踪尊皇界后 就开始出现了变故 每个族人的血脉之内 好像被人下了一种 极其邪恶的诅咒之力 这诅咒之力的作用 只有一个 就是让风暴龙一族 几乎难以生出子孙后代 所有怀孕的族人 用不了数月时间 体内的胎儿 就会被这诅咒之力 化为浓血 生机消散 要知道他们 风暴龙一族 以前可是人丁兴旺 强者贫出 可因为那股诅咒之力 现在最年轻的 便是敖心这一带 区区的五条风暴龙了 如果这样下去 那等这个时代的终结之日到来后 他们风暴一族 还会不会继续存在 便难说了 凌霄听到风暴大长老的诉说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这绝对是一个隐秘 就连他身旁的敖心 都是满眼震撼和震惊 显然也不知情 而且 不知道为什么 在听到这种恶毒的诅咒之力后 他脑海中浮出了几个字 黑暗一族 第524章 双修之法 这是要命吗 风暴一族诅咒的这件事 就算不是黑暗一族做的 其中也必定有他们的影子 还有尊皇界的妖族 凌霄打听过 明面上 当年是万道盟主发动的进攻 夺走了妖族身为 尊皇界五大势力之一的地位 但是其中疑点重重 算上妖族元祖在内 妖族的实力 几乎是五大势力 排在第二的位置 这么强大的势力 却在几天内分崩离析 好多超级强者 被围堵截杀 封印某处 下落不明 就连妖族元祖 也是被逼到了天玄界 才捡回了一条命 这种局面 绝对不是当时万道盟主 以一人之力能够绊倒 尊皇界的水 很深啊 大长老 咱们现在可以起来了吗 敖心在一旁小声问道 跪着他是没意见 反正跪的是元祖大人 又不累 但元祖大人 已经好几次让他们起来了 这要是再不起来 元祖大人不高兴了怎么办呢 起来什么 你就在这小世界 给我跪着 跪到我同意 你起来为止 大长老传音 朝敖心怒斥了一句 这混账玩意儿 根本不知道族内危机 不好好跪着 不把诚意表现出来 元祖大人怎么会理会你 这可是元祖大人啊 元祖大人的脾性 你知道个屁 别看元祖大人表面和和气气 下一秒就能让你人头落地 这敖心小子 还是太年轻 等这次回族内 是时候让他面壁待个几百年了 大长老在心中 已经决定好了敖心之后百年的日子 这时 林霄也已经走上前来 将两只手 分别搭在了敖心和大长老肩膀 不用反抗 我先感受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那诅咒之力 林霄淡淡说道 麻烦元祖大人了 大长老赶紧应道 敖心指点头 全身放松了下来 半闪过去 林霄的眉头 紧紧皱在了一起 他利用空间之力搭配神石 的确查到了 两人体内的血脉中 隐藏了一缕邪恶的力量 可当利用黄红阳火 为其抹灭后 没过两秒钟 这邪恶的力量 就再次出现 又尝试用其他意境之力 抹灭了几次 依然如此 林霄这才发现 其源头是血脉深处 那是 他也无法探知的隐秘之地 难怪这么多年过去了 风暴龙异族的问题 还解决不了 连空间之力 岁月之力 黄红阳火 都无法解决的东西 其他人恐怕更解决不了了 大长老 恐怕我也无能为力呢 林霄说完 就将自己刚才 对邪恶力量的反复根除 无果说了出来 大长老听到林霄的话 并没有露出任何意外之色 反而颇为感动 看来元祖大人 是真心想帮他们 风暴龙异族呢 元祖大人 这天底下别人不可以 但唯有您可以帮我们 风暴龙异族 两种解决困境的办法 第一种 是您在画龙池内 以您的血脉力量 冲刷我们的血脉 说不定能将诅咒之力冲刷掉 当然 这个办法是我们的猜想 能与不能 还需要实践 大长老说到这里 就暂时停了下来 林霄等了半天没等到后文 不由问道 不是说两个解决办法吗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 大长老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单独传音说了出来 第二个办法 就要更劳烦元祖大人了 如果您能与我们族人双修 有了后代 以您高贵的血脉力量 区区诅咒之力 绝对直接被铲除 不可能传留下来 林霄就算修炼大日真经 到了第六层 此刻也瞬间猛逼了 啥玩意 双修 和风暴母龙 我特忙 一时间 林霄脑海中 浮现出了一些 少而不移的画面 只不过 这画面相当的辣眼睛 这大长老和敖心 最起码都是身高两米三四左右 五大三粗 完完全全操汉子一个 这要是换成女的 怕也离不开这母版吧 妈了 这办法就免了 他卖一不卖身 这种事 还是你们自己族人 慢慢尝试吧 大长老见元祖大人 神情怪异 就赶紧传音解释了一句 元祖大人 您如果不喜欢 风暴一族的人形态 也可以尝试尝试 风暴龙的本体形态 大长老传音说道 他们风暴龙的本体形态 那可是相当华丽和好看的 完全就秒杀人形态 而且元祖大人不也是 对对 元祖大人也一定懂得欣赏的 风暴大长老这话不说还好 说了之后 林霄脑海中的画面 更加粗狂劲爆拉眼睛了 行了行了 大长老 你快别说了 我还是先试试第一种方法吧 我相信 你们研究的方向没有错 说不定很快就能解决诅咒问题 林霄赶忙打断了风暴大长老的意想 再给这老家伙说下去 指不定能蹦出什么更鬼怪的想法呢 因为两人是传音沟通 所以一旁跪着的敖心 根本不知道元祖和大长老在讲什么 只是看到元祖大人脸色突变 一脸骇然的样子 这倒是将他的好奇心勾了起来 究竟是什么事情 能让元祖大人如此情绪失态呢 大长老 从炎帝城到你们风暴一族的地方 需要多久呢 林霄撇开话题 问道 不远的 元祖大人 以我们的速度全力而行 只需要七天左右就能达到部落 大长老回道 林霄了然 七天啊 有点久 也不知道炎帝什么回来 他还有事情 想等炎帝回来时商议呢 既然这样 那大长老 你可否有什么属于风暴龙部落的东西呢 一砖一瓦都行的那种 林霄忽然问道 第525章 什么 真给送上门了 一砖一瓦 风暴大长老不解地看着元祖大人 不明白对方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也没有细问 想了一下后 风暴大长老就取来了一根灵墓 元祖大人 这东西可以吗 是我们部落后山产出的熏灵墓 自然可以 林霄接过灵墓 便将灵力灌输其中 待他的灵力浸透了这根灵墓后 献剑 林霄心中暗喝了一声 这次同样是放弃了所有能量反馈 并将其生成了一个传送光圈 在传送光圈出现的刹那 便立刻受到了 这个小世界的本能排斥 一股毁灭力量 欲将传送光圈完全摧毁掉 林霄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他右手一挥 空间之力就加持在了上去 将传送光圈完全固定住了 哄 那一股破坏力量 轰在了传送光圈上 却没有造成任何损伤 风暴大长老这事也反应了过来 急忙撤掉了那股力量 元祖大人 刚刚这力量并不受我控制 他赶紧解释道 这要是被元祖大人误会了 那他就算跳进火山都洗不清了 无妨 这在我的预料之内 林霄说道 这算是他的一次尝试 在别人小世界内 打开一个传送点 会发生什么 早在林霄第一次 进入别人小世界时 他就有了这样的想法 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今天因为对方是风暴大长老 算是自己人 所以他才放手去尝试了下 果然 这么做 是会引起小世界的反噬力量 幸亏风暴大长老的小世界 并不那么强大 所以 仅靠空间之力加持住 就稳固了下来 看到元祖大人 并没有责怪的意思 风暴大长老才放下心来 这时 他的注意力 就放在了三人面前的传送光圈上 元祖大人 这是 风暴大长老 心中有个猜测 却一时间不敢相信 尤其是刚刚在元祖大人身上 涌现出了一种超凡力量 那好像是 空间的力量 一点点小技巧而已 走吧 进入这光圈内 应该就能抵达你们部落了 灵霄不以为然说道 风暴大长老和敖心都是 瞪了瞪眼睛 进入光圈 就能到他们部落 这真的是 传送阵 天哪 这就是元祖大人吗 一点点小技巧啊 挥手之间 便能制造出一个临时传送阵 这小技巧 未免太惊世害俗了吧 传送阵他们 自然是见过的 可那东西 基本上都是数位阵法大师 利用一些空间 至宝和密法神通 再花费数年 数十年之久 才能建造出来 尊皇界拥有传送阵的势力 只是少数 那东西 建造起来 便是一笔天文数字财富 然后每年的维护资金 同样巨大 没有雄厚的财力 根本不建议拥有传送阵 而像元祖大人这般 顺手捏来一座传送阵的 他们就连听都没听过 这传送阵 真的能用吗 风暴大长老 心中惊疑不定 元祖大人没有动 那意思就是 让他先进去了 这 风暴大长老眼角 瞥了一眼旁边 就打定了主意 敖心 赶紧进去带路 去了咱们部落 元祖大人 就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 你不带路 难不成还让元祖大人 亲自进去带路吗 风暴大长老 严厉呵斥道 敖心 他有些梦了 大长老 您这就不厚道了 凭什么让他先进呢 万一他迈进去 直接被乱 流空间力量卷到天涯海角 怎么办 讲道理 您可是尊主静后期的 大能强者 这种事 不是要您以身试法才对吗 敖心想要反驳 可碍于大长老 充满威胁的眼神 他深呼吸了数次后 只能硬着头皮 走进了传送光圈内 一旁的灵霄 被这两人间的小动作逗笑了 风暴龙一族做事 还挺谨慎的嘛 在凹心进去 没有其他异常反应后 风暴大长老 也赶紧走了进去 灵霄随后跟上 只是一个眨眼的功夫 灵霄和两条风暴龙 就出现在了一处地方 这里妖际纵横 流淌着浓厚的天地规则力量 虽然抵不了万道联盟内的环境 却也相当不错了 见过大长老 咦 大长老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了 从虚空的震动看来 大长老好像是通过 传送阵一类的方式过来的 三人现身的时候 引动了不小的空间震动 从而吸引来了一批人 灵霄只是看了一眼 就从这些人身上的气息感应出来了 这些都是风暴龙一族的人 一个个粗糙汉子的样子 外貌特征相当明显 记住 今日你们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知道吗 大长老语气严肃 对这些人说道 达到了他这样的修为境界 冥冥之中 已经有一种感觉 风暴龙一族的危难 必定另有隐情 那元祖大人 就更不能在这种时候暴露出去了 是 大长老 众族人没有去询问任何原因 立刻印了下来 嗯 很好 大长老点了点头 就带着身后敖心和元祖大人 迅速离去了 对于自家族人的忠诚度 那是不用多说的 他相信自己这么一说后 这些家伙就能明白 几个族人用恭敬的目光 目送大长老三人离开后 才小声传音讨论了起来 大长老身后之人 一个是敖心 还有一个是谁呢 怎么从未见过呢 的确没见过 而且 不是咱们族人 甚至不是妖族之人 从气息上感觉到 好像是 一个人族 这就奇怪了 大长老为何要带一个人族回来呢 你们难道没有发现吗 大长老好像对这人族的人 态度非同一般呢 这 这难不成是哪个大人物 大长老都说了 今日之事 我们谁都没有见过 从现在开始 不许再对刚才的事情讨论了 另一边 大长老撵走了敖心 然后将灵霄 带到了一个充满天地灵气 灵草灵木 覆盖漫山遍野的洞天之中 元祖大人 这是我族部落的一处 隐秘闭关之所 通常只有我和族长能进来 您且在这里休息一晚 我们去准备一下 等明早正午 我就带元祖大人去画龙池 您意下如何呢 风暴大长老 安置好元祖大人后 躬身问道 嗯 行 你们去准备吧 灵霄没有任何意见 好的元祖大人 风暴大长老 行李退了下去 灵霄也不客气 直接就躺在了这洞天内的 一张十米冰床上 他脑子里却没闲下来 不断想着黑暗一族的事情 总感觉这是一盘大棋 而他已经从局外人 进入到了这盘棋里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也不知道了 就在灵霄静心思索的时候 忽然 他眼中寒光一闪 灵霄虽然在休息 神识和空间之力 却散布在周围 随时保持着警惕 就在刚刚 他忽然感觉到了一个人影 闯了进来 是谁 他冷 哼一声 一道紫金光芒 就从他眼中释放而出 啊 一个焦滴滴的惨叫声响了起来 元 元祖大人您误会了 是 是大长老派我过来的 那个焦滴滴的声音 赶紧艰难地解释了起来 第526章 你 你是真的倔啊 灵霄听到是一个女子 传出的声音后 心中就暗道不妙 可他眼中的紫金神芒 已经释放而出 收不回来了 能叫出他元祖之名 又是风暴 大长老派过来的话 灵霄已经猜到了 那第二种双修破诅咒的方法呀 他明明都暗示对方了 自己对你们风暴一族的人 不感兴趣 看来 他表示得太委婉 这大长老没明白 灵霄身形一动 就出现在了极力之外 当他看到倒在地上 痛苦不堪的女人后 眼中闪过一分惊讶 从这女人身上的气息看 的确是风暴一族的人 而且修为境界 只有大地境后期 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就是 跟敖心同辈的 年轻一代风暴一族了 灵霄之所以惊讶 是因为这女性风暴一族 并不是自己想象中 那么粗糙样 湛蓝色长发直垂脚踝 青丝随风舞动 腰之纤细 四肢纤长 身着淡粉衣裙 长脊叶地 细腰更显出不婴一卧 倒是一副人间极品的模样 想不到风暴一族的女性审美 比想象中好看多了 这样的姿色 就算是拿到人族地域选美 也是能拿到名次的吧 但好看归好看 对于领悟了 岁月之力的灵霄来说 一眼可观其万年 外表只是浮云 他更看重的是内在和感觉 更别说 单论美色的话 这女性风暴龙 真不及阴俗妹子呢 看着被自己一击重伤 奄奄一息的女性风暴龙 灵霄叹了口气 这大长老啊 真的是 灵霄现在的神魂力量 已经达到了灵尊镜水准 所以他这一道灵魂攻击 别说是一个大地镜 就是灵尊镜强者 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 也是能一击 令其丧失战斗力的 幸亏这是条风暴龙 神魂力量本就强于其他人 换成是个大地镜后期的人族 这一击已经将其送走了 岁月回溯 灵霄涌动岁月之力 朝着面前的女龙挥了挥 下一刻 重伤冰死的女风暴龙状态 直接回归到了三溪之前 咦 我 我好像没事了 好神奇啊 刚刚我以为自己要死了呢 风暴女龙一脸震惊的样子 自言自语道 很快 他就注意到了面前的灵霄 吓得立刻弹跳了起来 谢 谢元祖大人救命之安 风暴女龙立刻跪在了地上道谢了起来 态度相当恭敬 身为风暴龙年轻一代中唯一的女龙 他从小就已经知晓了 族内面临的绝境 这么多年 族内大佬们已经想过无数种办法 却都无法解除血脉内的诅咒之力 所以 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就在今天 大长老忽然找到了他 并将元祖大人的到来 和双修破诅咒的办法告诉了他 他没有一丝犹豫 就硬了下来 为了风暴龙一族 别说双修预养后代 就是牺牲了他 他也心甘情愿 更何况 这次要面对的 是妖族元祖 那可是比族长大人更强大 更有威势力的大能啊 元祖大人的事迹 他从小就已经听说过了 因为有元祖大人的存在 妖族才能在尊皇界 发展到这样的程度 所以 他对元祖大人 是打心底的尊敬和敬仰 这有什么好些的 是我的原因 才将你重伤的 就回来理所应当 你起来吧 灵霄摆摆手 不以为然说道 不管元祖大人怎么说 从今天起 我会一直陪在元祖大人身边的 风暴女龙并没有起来 而是目光坚定地说道 你这 灵霄翻了一个白眼 你还是回去吧 就跟你们大长老说 我有绝对的把握 破除你们的诅咒之力 但不是用这样的办法 灵霄无奈说道 元祖大人 您是不是怕我脏 我从小到大这么多年 并没有出过其他风暴龙 用人族的话 我一直守身如玉 这一点 元祖大人您不用担心 风暴女龙低着头 怯声声解释道 灵霄 这什么神逻辑啊 别看这风暴女龙 外表一副娇娇柔的样子 可性子是真倔 他都劝好几次了 这货就是无限钻牛角尖 那你现在去将 你们大长老叫过来 我来跟他说 灵霄说道 元 元祖大人 恐怕这也不行 大长老交代过来 如果今日之事我完成不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 我都将成为风暴龙一族的罪人 风暴女龙小声 且认真的说道 灵霄 你们大长老有病吧 非要待我这里 灵霄皱紧眉头道 是的元祖大人 至少过了今夜才行 风暴女龙坚定道 灵霄深深看了眼面前 这垂涎欲低的女人 淡淡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回元祖大人 我叫敖琴儿 敖琴儿立刻应道 那你进来吧 灵霄说道 好的 元祖大人 敖琴儿见元祖大人终于答应 那忐忑的心开始 飞快跳动了起来 就在敖琴儿 进入洞天的刹那 灵霄再次一回首 一道蕴含空间之力 岁月之力的屏障 阻断了外界所有感知 第527章 一夜过后 三天恢复 当灵霄带着敖琴儿 进入洞天 并用双超凡力量 设置成一道遮掩屏障后 风暴龙部落某处 正在暗中偷偷观察的几人 微微一愣 大长老 组长 我的神识被屏蔽了 无法查看了 别说你们了 我的神识也被阻断了 呃 连大长老也这样了 那组长您呢 我也同样无法查看 元祖大人就是元祖大人 修为境界才恢复到了大地境 就能达到这种程度 这次苦了琴儿那丫头了 她可是咱们风暴龙中 难得天赋超过了组长的呢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什么叫苦了琴儿 能陪适元祖大人 是她的福分 对对对 那可是元祖大人啊 整个天下 哪里还能找到 比元祖大人更合适交托的人呢 在大长老 组长和几个高层议论纷纷的时候 风暴龙部落的一处浮原洞天内 跟着元祖大人 进来的敖琴儿 一路都是低着头 不敢抬眼看对方 她现在简直比突破到大地境时 更加紧张 来 坐这里吧 灵霄拍了拍那张 十米长宽的悬兵大床说道 这 这么快的吗 敖琴儿 快速眨了眨眼睛 她在来之前 还特意请教过几位风暴女龙前辈 虽然没有实战经验 可理论知识 她已经收获不少 本以为元祖大人会一步步慢慢来 最后踩到床上 没想到 元祖大人这么急 那 还是先事情呢 敖琴儿的两只小手放在身前 捏起一扣 微微颤抖 你想什么呢 我是说 我们先坐着 聊聊天 灵霄瞥了她一眼 不用亲自视 她就能看出来 这风暴女龙肯定是第一次 如果是装的 那这演技绝对是影后级别了 而且 这个扶原洞天内 就只有一张大冰床可以坐着 不然是站着聊 还是坐地上聊呢 哦 好的 敖琴儿知道自己误会了 脸颊一下子烧红了 赶紧轻轻坐在了床边一角 你有梦想吗 灵霄开口 问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敖琴儿听到这突如其来的问题 有些梦了 眼中闪过一分茫然之色 梦想 这两个字 她已经有多久 没有想过了 自从自己知晓了 风暴龙一族 需要面对的劫难 还有自己身上背负的命运后 她哪里还敢有自己的梦想 回元祖大人 我就是 希望能让我们风暴龙部落 一直兴盛下去 能让妖族在尊皇界越来越强大 敖琴儿恭敬回道 听到这么官方的回答 灵霄显然不满意 便继续问道 你说的 只是风暴龙一族 强行给你的压迫力 每个人都会 有自己的梦想 请说出 隐藏在你心底的梦想是什么呢 灵霄的一番话 好像有一种魔力 听得敖琴儿身躯微微一抖 她缓缓抬起头 看向了元祖大人 四目相对 这时 敖琴儿才发现 元祖大人虽然长得很瘦干 可那双眼睛 却极具魅力 只是一眼 她就被深深吸引住了 我的梦想 就是自由 就跟人族之中的普通人一样 他们非常弱小 可不用担心任何事情 每天可以笑着睡觉 笑着起来 还可以出去闯荡 天地间的任何一个角落 我也想过那样的生活 敖琴儿不知不觉 就说出了自己心底的梦想 她渴望完全的自由 梦想自由的降临 所以啊 你为何要过来主动献身呢 要知道 你若是献身给我 那就离你的梦想遥不可及了 灵霄淡淡说道 元祖大人来吧 我不后悔 梦想是梦想 但跟风暴一族的前途比起来 我那小小梦想 又算得了什么呢 敖琴儿准备解扣了 眼神变得越发坚定起来 你 确定了 灵霄再次问了一句 确定 还望元祖大人成全 敖琴儿点头印道 好 灵霄没有再多说 两不卖钱 就靠向了敖琴儿 嗯 敖琴儿见状 紧张地闭上了眼睛 不敢多看 不敢多说 不敢多动 然而 下一刻 灵霄眼中 喷涌出一道熟悉的紫金光束 这相比刚才那树紫金光束 这一次力道控制得极好 碰 敖琴儿闷哼一声 头一歪 就软倒在了床上 灵霄随手挥出一条被子 将其整个人盖住 眼不见 心不烦 他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却也不喜欢趁人之威这种事情 这敖琴儿眼中 没有一点点情愫 有的只是执念和坚定 完全不是发自内心的你情我愿 与其在这里欺负他 不如去找英素妮子谈谈人生 不香吗 对于英素妮子 灵霄是好感不少的 关系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深厚的地步 可能只需要一句话 便会发生质的改变 本来灵霄计划的是 在去炎帝城找完炎帝后 就带着英素妮子 在尊皇界游山玩水 顺便开个花 接个果什么的 但如今碰上了黑暗异族这等事情 一时间 他就不想将英素妮子放出来了 他不怕自己死 可不代表不怕身边的人死 尤其是英素妮子 灵霄都不肯定自己 能否有力量去复活这个妮子 这小妮子 可比自己想象中要凶猛厉害得多呢 你就安心睡几天吧 等诅咒之力被彻底解除 风暴龙异族的危机自然就没有了 到时候 你便可以去完成自己的梦想了 灵霄喃喃嘀咕了一句 一夜无话 到了第二天 灵霄醒来 已经是正午 当他走出自己设下的遮掩屏障后 风暴大长老已经在外面等候多时了 元祖大人 昨日休息得可好吗 风暴大长老态度还是很恭敬 只是眼神中满是期待 灵霄白了一眼这老家伙 无奈道 托你的福挺好的 元祖大人休息得好就行 熬钱呢 他怎么没和你一起出来呢 风暴大长老略带疑惑问道 他望向了元祖大人身后 却没有见到其他人 因为元祖大人设下的那道屏障依然存在 所以他的神识也无法探知里面是什么情况 他呀 你就别打扰他了 等三天后 他自然会醒过来的 灵霄淡淡说道 听到元祖大人的话 风暴大长老都是一愣 心中情绪骇然 三天才能恢复 天哪 元祖大人这战斗力也太强了 他们风暴一族的体格 在妖族都是出了名的强悍 可才折腾一夜就要三天恢复 不愧是元祖大人啊 就是他年轻时 也完全没有这种战警啊 强 太强了 走啊 大长老 你能在那里做什么 不是要去画龙池吗 灵霄朝风暴大长老喊了一句 走走走 元祖大人 我来带路 风暴大长老赶紧动身向前 他看向元祖大人的目光 敬佩和瞻仰之情翻倍了 第528章 岁月大神通的简单用法 在风暴大长老的领路下 灵霄很快就被带到了 他们部落的一处禁地之内 这处禁地是风暴龙一族中 最为森严的一个地方 平时除了大长老和组长之外 必须要有禁地令牌才能进入 否则一旦乱入其中 便将生死两难 见过元祖大人 就在灵霄打量着禁地周围时 两个老者出现在了他面前 并恭敬喊道 元祖大人 这位是我们风暴一族的组长 另一位是镇守画龙池的太上长老 风暴大长老赶紧跟灵霄 介绍了两人身份 灵霄对两人点点头 目光在那太上长老身上 驻足了几夕时间 这个老者的实力 恐怕已经超脱了尊主境境界 达到了炎帝那个水准了 只不过相比生命力旺盛的炎帝 这老者身上却散发着一缕缕暮年之意 怕是生机所剩无几了 感受到元祖大人的目光 那太上长老似乎看穿了灵霄的想法 微微一笑说道 元祖大人 如同您看到的一样 老朽的确时日不多 但如果能在死前看到族内危机解除 那老朽也能安心去了 盘老 您怎么又说这样的话呢 是啊 盘老您只要再继续闭关几次 全力突破了当前这个小境界 绝对是能坚持到这个时代结束的 风暴族长和大长老脸色一变 连忙劝说了起来 别看盘老无数年都守在画龙池旁 不曾离开半步 就连族内年轻一代都不知道盘老的存在 但盘老的地位 在风暴龙一族 甚至整个妖族之中都是年高得少 相当重要的 如若盘老真的寿元到达终点 那谁也不知道 风暴龙一族又会迎来怎样的灾难 这是他们绝对不想看到的 站在一边的灵霄看到这一幕 若有所思了起来 他能看得出来 这几位没在演戏 那太上长老的确没多少时日了 这也无需演戏 我也喊你盘老吧 盘老 能将你的手抬起来吗 灵霄忽然出声说道 嗯 元祖大人客气了 风暴盘老略带疑惑 手却已经抬了起来 举手投足间 这风暴盘老都携带着一种规则力量 灵霄靠近时 甚至能感觉到一种穿刺苏麻的痛觉 这有点勾搂的老者 全身都充满着恐怖力量 说不定一个爆发 就连尊主级强者 都在他手上走不过两回合 这等实力 是灵霄目前都完全敌不过的存在 很抱歉元祖大人 老朽不中用了 力量都有些控制不住了 风暴盘老苦笑了一声 无妨 盘老 我只是想尝试一些东西 灵霄没有多解释 好 元祖大人随意即可 风暴盘老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没有对灵霄产生丝毫戒备 他早在两人进入禁地时 就从灵霄身上 感知到了元祖大人的血脉力量 这无疑就是元祖大人 确定了 但当年的伤势 好像令元祖大人丢失了记忆 哼 该死的亏虫们 要不是 他现在无法走出足落 那一定要想尽办法 找出当年的真凶来 为元祖大人报仇 就在风暴盘老感叹人生 为元祖大人感到不愤识 下一刻 他的身体开始 剧烈抖动了起来 先是被元祖大人握住的那只手 接着是身子 然后全身开始抖动 体内的风暴之力呼呼炸裂 周围虚空不断被撕裂开来 这种突发状态 直接将风暴组长和大长老都看傻了 也吓得不行 要不是面前站着的是元祖大人 他们第一时间就已经出手制止了 可就是这样 两人还是急忙 发声询问道 元祖大人 您 这是在做什么呢 元祖大人 盘老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您 您可别再折腾他了 不然就 两人的劝阻还未说完 就被一声呵斥打断了 闭嘴 元祖大人他 正 正在施展一种大神通术法 你们切勿打扰 风暴盘老先是对两人呵斥了一句后 又转头朝元祖大人激动道 元祖大人 您快收了这神通吧 老朽这将死之人 怎么值得您消耗这等力量呢 风暴组长和大长老听到盘老的话 心中的震惊更是翻江倒海 什么情况 元祖大人 难道是在出手挽救盘老吗 这 这 这可能吗 盘老的身体状态 他们比谁都要清楚 那是已经无力回天 不可挽救了 就算是寻得仙草 怕也无济于事 元祖大人此刻完全没有恢复实力 怎么可能有办法救下盘老呢 你也闭嘴 你若死了 我还要分心照顾风暴龙一族 那不如你晚一点 等过完这个时代再说 灵霄淡淡的声音 直接让三位风暴大佬都闭上了嘴 这 这还能说什么 三个风暴龙老眼雾气弥漫 眼眶都红了起来 心中感动万分 好像 好像当年那个户短 又霸气的元祖大人又回来了 时间一吸一吸过去 风暴盘老的状态 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身上那暮年死气 早已经消散得一干二净 原本衰败到极点的气血之力 开始重换新生 变得强而有力起来 光是从盘老的脸色便能看出来 比之前好了无数 三个风暴龙见状 统统被震撼得不行了 这 便是元祖大人吗 第529章 画龙池 开始接触诅咒之力 三个风暴龙中 盘老的心情最为惊骇 就算他已经感受到自身的变化 依然是满脸的不敢置信 元祖大人 这究竟对他使用了何等的大神通呢 原本只剩下不到三年的寿源 现在被增加到了至少百年 而这却是其中之一的点点精细 最令盘老感到震惊的 还是他身上的木年浊气 全部被跟除 身体更是犹如老树 生涯一般 焕发出阵阵生机 这让已经看淡一切的盘老 对未来再次燃起了希望 本来已经不打算 对境界智固冲击的他 又有了想法 之前因为身体衰败 到了一个无法拯救的地步 他不想再折腾 那样还能活两三年 要是强行冲击智固 一个不小心就命归于天 所以 盘老只是想着 安安静静守在足落度过这几年 而现在 身上发生了这样的巨变 他已经决定了 冲击下一个境界 只要突破到下一个境界 对他来说 轻轻松松 便能熬到这个时代的终结 扑通 风暴盘老 直接朝着灵霄跪了下去 然后深深行了一个礼 谢元祖大人的回天神术 救命之恩 今后只要元祖大人 需要老朽出手 不管何时何地 老朽自当全力复命 风暴盘老 真心诚意地恭敬道 别说元祖大人 成功将他救了回来 就是没成功 这份恩情 他也牢记于心 谢元祖大人 对盘老的出手相助 元祖大人 您对我们风暴一族也太好了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风暴族长和大长老 也跟着跪了下去 两龙心中 只剩下了感动和感激 元祖大人回来了 盘老的状态恢复了 诅咒之力的解决 也近在眼前 他们风暴龙一族 还有整个妖族 这是要重新崛起的势头啊 三龙越想 心情就越激动 命运的转轮 终于要轮到他们了 行了 都起来吧 不是还要解决诅咒的问题吗 灵霄自顾自向前走去 被三个老货 用这般炙热的眼神紧紧盯着 还真让人有些不自在呢 元祖大人 您都施展了这般大神通 是否需要休息几天呢 诅咒之力 已经折磨了 我足那么长时间 不差这几天的 风暴盘老观星说道 他到现在也没有搞明白 元祖大人使用的是什么神奇力量 隐约间感受到了因果和岁月的力量 不管哪一种 都是连他都望而莫及的 直接过去吧 这点消耗 对解除诅咒之力 应该没什么影响 灵霄没有停下脚步 风暴盘老见状 心中更加感动 他也不再劝阻 身形一动 终于是站了起来 迅速来到了元祖大人面前 带起路来 风暴族长和大长老 紧随其后 很快 三龙一人在通过层层屏障后 来到了画龙池 画龙池犹如小坛大小 血红鲜艳 浓浓规则之力 蕴含其中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种其他能量 令靠近的灵霄 都感到心惊 不愧是风暴龙一族的至宝 元祖大人 这便是画龙池 我族之人在成年那日 可允许第一次进入画龙池 之后想要再次进入 就需要足够的族内贡献值才可以 画龙池能让身体强度脱胎换骨 进行脱变 同时还能激活血脉力量 悟出我族传承 元祖大人 您可先进入画龙池感受一番 看看能否利用您的血脉力量 配合画龙池的力量 冲刷掉那些诅咒力量 风暴盘老将画龙池 简单介绍了一番 灵霄微微点了下头 表示明白 在三龙满是期待的目光中 灵霄缓缓走进了画龙池 当灵霄进入画龙池的刹那 他眼中闪烁起诸多幻彩神韵 似神似仙 神妙不已 咕咚咕咚 画龙池在两膝后 开始沸腾了起来 无数缕血色气息 朝灵霄涌动而来 它们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秩序 灵霄感觉浑身骨架都开始发烫 越来越烫 从上百度 渐渐冲击到了上千度 在神念观察下 他全身的骨骼开始变得晶莹剔透 散发出道道霞光 三个风暴龙都惊住了 画龙池的这般异想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 就算是天资再好的族人 进入画龙池也不曾有过这般异想 大长老 你身上的诅咒之力相对较弱 不如 你先下来 我尝试一下 灵霄开口说道 他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 在画龙池的作用下 不断被强化着 但这并不影响 他帮助风暴一族解除诅咒之力 一旁的风暴大长老闻言 先是一愣 接着脸上露出惊喜之色 他现在对元祖大人 可是充满信心的 只是随手施展了下神通 就帮着盘老逆天改命 那他们身上的诅咒之力 岂不就是小小问题了 在组长和盘老的肯定下 大长老激动地走进了画龙池 当大长老完全走进画龙池后 灵霄心念一动 体内的尊上血脉就显现出神威 一声冥冥之中的龙吟 似乎响在了众人耳旁 画龙池水在灵霄的控制下 将他和大长老笼罩其中 他的眼瞳在这一刻 也变成了紫金色 风暴大长老的血脉经络 从头到尾 一丝一毫地呈现在了他眼中 原来是这样 在每一缕血丝的暗面 都被污浊的诅咒力量染透 他们在不断腐朽 蚕食着风暴龙族的力量 就好像一颗生了害虫的参天大树 别看他外表光鲜亮丽 绿叶缤纷 实则其根已经腐败 凋零坠他 只是时间问题 找到问题所在 那就好解决了 灵霄利用尊上血脉力量 和画龙池的力量 开始对大长老进行深度冲刷 那是一种渗透式的全面清洁 哇 舒服 好舒服 我能隐约感知出来 那诅咒之力正在离我而去 我的力量竟然也开始提升了 这感觉太奇妙了 大长老忍不住哼急出声 这让旁边一直紧紧关注的风暴族长 和盘老常常松了口气 心中更加崇拜起元祖大人 然而 有些时候 现实并没有那么顺利 嗯 灵霄发出一声惊疑 眉头锁死了 他发现 那些从根处彻底清除掉的诅咒之力 在即将被全面清理干净时 竟然 又悄悄出现了 死灰复燃 并迅速扩散开来 最主要的是 灵霄根本没发现 这诅咒之力是怎么产生的 这究竟是什么鬼东西 利用尊上元祖血脉 和画龙池的力量都根除不掉 难道真的无懈可接 随着灵霄停下了动作 三个风暴龙 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 天哪 这 怎么可能啊 这 东西真的抹除不掉吗 那诅咒之力又产生了 连元祖大人也无能为力了吗 难道是天要亡偶风暴龙一族吗 风暴族长师生低吼道 你等稍安勿躁 等我一下 灵霄虽然有些感到意外 却并没有放弃 第五百三十章 主人 这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灵霄说完这句话 不等三风暴龙答应 就在小世界内 转阴给了天道塔 小塔 有件事需要问下你 天道塔第一时间就给出了回应 灵霄意念一动 天道塔就化作一座掌中小塔 拖在了灵霄右手上 三个风暴龙见状 满脸不解 这应该是什么真灵之宝吧 元祖大人这时候 拿出这东西 有什么用吗 灵霄并没有对三风暴龙进行解释 他已经将风暴龙一族的诅咒之力事情 和清理失败的过程都告诉了小塔 主人 稍等 我先感受一下 天道塔说完 塔身之上就闪出一道光芒 照在了大长老身上 这样 维持了几秒钟后光芒消失不见 主人 我看明白了 这应该是一种 接近超凡力量阶层的诅咒之力 除了失咒人外 其他人基本是无法对其进行抹除的 天道塔很快就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果然如此吗 黑暗一族中竟然还有这等强者 那以后必须要多加提防一下了 灵霄听到这话 脸色已经微微沉了下来 这可是一个坏消息 能将一个如此强大的足弱 全部诅咒 而且是这么恶毒灭口的诅咒 就算是换做它 万一中了这样的诅咒 怕也不好受吧 最重要的是 这诅咒力量无法解除 这也太令人难受了 主人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这等诅咒力量 极其强大和阴邪 就算是您也不好对付 但并不是说 世间就无人可解 无人可挡了 天道塔赶紧补充道 灵霄 他狠狠白了一眼天道塔 好家伙 这小塔看来是皮痒 欠抽了 卖关子 卖到自家主人身上了 赶紧说 找谁能捡 灵霄语气不善问道 主人主人别动怒 我下次不敢了 天道塔赶紧说道 他看人脸色的功夫相当可以 一下子就察觉到了 主人的情绪 说 灵霄瞪了天道塔一眼道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天道塔直接说道 你是说 你可以解开这诅咒力量 灵霄微微感到惊奇 天道塔还有这本事呢 毕竟近在眼前 除了他和三个风暴龙外 就只有天道塔了 不不不 主人 我也解不开 我是指天道塔内 有个人可以 天道塔说道 小塔 直接说 是谁 你在这样挤压膏一样说话 我就将你关几百年禁闭去 灵霄恶狠狠地说道 主人 我错了 错了 我说 我说 是您父亲 您父亲觉醒的 就是最顶级的诅咒力量 现在 他正在塔内顶层的岁月小屋里修炼 在您无限自愿的供应下 令尊的修为境界相比地球时 已经进展神速了 天道塔语速极快地 将答案说了出来 灵霄听到这话 一拍脑袋 对啊 老爹 可是觉醒的诅咒意境啊 他怎么将这事给忘了呢 在灵霄感叹自己没带脑子时 他身旁的三个风暴龙大佬 却被吓坏了 这 元祖大人这么懊恼 该不会 是他们风暴龙一族没救了吧 就 就连元祖大人 也无能为力了吗 那其他人也不可能再有办法了 完了 完了 这个时代 就是他们风暴龙一族 最后的烛光璀璨了 三个风暴龙大佬之前的激动兴奋 通通消失 有的只是感叹 无奈 失落和哀伤 你们三个这是什么表情呢 我可没 说解除不了诅咒之力啊 淡淡的声音 让三龙浑身打了个寒颤 他们迅速抬起头 紧紧盯向了元祖大人 元祖大人 您 您是说 想到解除诅咒之力的办法了 风暴组长急忙率先问道 是的 但并非是我 林霄说道 嗯 三个风暴龙听到这话 都是疑论 不是元祖大人 那是谁 这天下 除了元祖大人外 还能有谁可以拯救他们风暴龙一族呢 是我父亲 他就在我的小世界中 我现在就带他过来 对了 你们三人最好将气息全部收敛 别吓到他 林霄对三个风暴龙嘱咐了一句后 身上光芒一闪 就消失在了画龙池内 而外面的三个风暴龙更猛圈了 父亲 元祖大人的父亲 元祖大人可是天地而生的 怎么会有父亲呢 我知道了 元祖大人当年被陷害埋伏 坠落到天玄界后 肯定是利用一些转世神通 进行重生的 元祖大人现在说的父亲 就是这一世的养父 风暴族长想到了一些元祖大人的传闻后 分析道 对对对 元祖大人身上有一些人族血脉 想必这养父就是一个人族 一定是这样的 大长老连忙硬核道 行了 就算是元祖大人的养父 我们也不能失礼 该什么态度 就要什么态度 你两人也将气息收敛一番 元祖大人既然这么提醒了 那元祖大人的父亲 必定修位不高 我们注意一些 盘老严肃地说道 是 盘老 族长和大长老也知晓事情轻重 别说是元祖大人的父亲 对方这次过来 可是要拯救他们风暴一族的 就算是以普通人的身份 他们也会拿出十二分敬意去对待 第五百三十一章 二老第一次见到妖族的反应 灵霄的小事件 天道塔第九层 岁月小屋微微一闪 三道人影就从里面走了出来 终于要去一趟玄幻世界了 在那岁月小屋里一直修炼 我都快无聊死了 三人之中的中年男人 伸了一个懒腰 眼中神采意义道 咱们现在要去的是尊皇剑 那里不像地球那般太平 你可别给儿子惹麻烦 身旁的中年女人 白了一眼对方 嘱咐道 放心吧 你都已经说了三遍了 我记着了 怎么 嫌我啰嗦了 我才说了三遍而已 就是三十遍我也要说 省得你不长记性 行行行 你说你说 我听着就是了 从岁月小屋出来的 自然就是灵霄一家三口 老爹林海胜和老妈周雪平 在之前灵霄离开地球后 就毅然选择进入了 岁月小屋苦修了起来 儿子一个人在玄幻世界 肯定不容易 梁老知道自身天赋不错后 就想着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刻苦修炼 想着能多帮儿子一点 就帮儿子一点 问世间 谁的爱是无私的 那唯有父母 林霄看着不断拌嘴的二老 并没有上前进行劝阻 这种程度的争执 算是二老之间的调味剂 每天加一点 生活了开心 他在岁月小屋找到二老 本来只是想带着老爹出来 老妈却不放心 也要跟着出来 林霄想着 反正出来也是在风暴龙部落内 算是一个极为安全的地方 那就出来好了 他并没有将所有事情告诉二老 一个是没必要 另一个是怕二老知道的太多 总担心他就不好了 在先进小世界 将岁月和空间之力提升之后 他敢说在尊皇界 只要别一下子 同时遇到几个盘老和炎帝 这种级别的存在 他都自信能逃出去 儿子 咱们现在要去帮谁呢 你可别圣母啊 我看那些小说里 圣母都没好下场 书评里更是差评无数 老爹想到了什么 林霄他翻了一个白眼 老爸 小说是小说 现实中哪有那么多圣母呢 就是尊皇界一样 这里的人和咱们地球的人差不多 自私占了大多数 没有绝对的利益和理由 没人会无缘无故帮别人的 林霄说道 老林 你就别担心儿子 咱儿子 从小到大学习不行 处事你见他吃亏过 老妈在旁补了一刀 也是 咱儿子就不是一个吃亏的主 老爹认同了这句话 林霄 亲爹 亲娘 你们够了呀 他从小品学兼优 什么时候像你们说的 那么裂根了 林霄用一种充满质疑的眼神 看了过去 回应他的 是老爹老妈不以为然的肯定眼神 又说了几句话后 林霄就带着二老 离开了天道塔 来到了画龙池旁 刚现身 老爹和老妈就浑身一抖 周围的天地灵气 万物精华 开始源源不断涌入他们体内 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 二老都是地球土生土长的人 在岁月小屋内连续修炼了那么多年 自身天赋顶级 可用资源无数 这让二老的修为境界 进步神速 犹如做火箭一般 都已经